那接下來剛剛這個比如說我們取得的前面字 其實這個就是哪一個字 這個字 理 這個理 所以這個字的下一個字啦 所以假設說 假如說所有的字長度都是三個字好了 那如果 知道幾個字的話 那我們其實就可以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然後再插入什麼MID 如果已經知道固定是三個字好 如果假設是這樣 那我們就是可以把剛剛的公式剪下來 再放到MID裡面 然後MID裡面的話就是 這個是他的地址 TEST 然後哪個字開始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加1 為什麼加1 下一個字嘛 Number choice 要幾個字 假設三個字好了 你要不要萬寧切按確定 不過如果向下填滿的話 當然理論上應該是 就是 大部分的OK 像這個這個什麼呢 新隆錄三個字 中成錄三個字 這三個字OK 但是呢 像中校東有沒有 或者是新生北 那他這個後面就少一個字 所以喔 理論上當然我們不能直接就是用MID 因為用MID的話 後面還差一個 到底幾個字 所以喔 到底幾個字 這個如果要做的話 其實就是 只要把 他這個 哪個里 或哪個零 哪個區好了 找到之後的話 再去找路接道 把後面這個字呢 剪掉前面這個字 那基本上就知道有 路接道的長度是幾個字了 誒 可是我要怎麼可以把那個剛剛的這個 後面的 我把它砍錯自己好了 把它復原一下 OK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路接道的位置在哪裡 其實喔 跟各位講 剛好呢 路接道跟零里區剛好都是 三個字 所以喔 其實喔 如果想要知道後面那個 路接道的位置的話 其實喔 直接可以拿這個公式 來改就可以了 把那個零里區有沒有 改成路接道 其實就是後面這個字的位置 所以喔 這個當然是 剛好啦 所以如果你未來 假如剛好遇到這種 那就不用 直接把這個公式剪下 那做什麼呢 直接呢 就是在插入MID 剛剛一樣 然後 然後 這個是地址嘛 STAR LUMBER就是剛剛貼 剛剛剪下的東西加1 然後 這個是LUMBER CHARGE 再貼 然後呢 先把它怎麼樣 改成 原來的零里區改成路接道 路 然後這邊的話改成 要不就是路 如果找不到路的話就找接 那如果找不到接的話呢 那就找到 所以裡面的字喔 把它改一下 入接道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後面就顯示 12 那如果12怎麼樣呢 移到最後面 把它剪掉什麼 剛剛的那個貼上 那剛好三個字 有沒有 貼上的話 剛好是 要剪掉零里區 不過這一串其實很長一串 這個 這個可能這樣看 會相對比較辛苦一些 但是 只要知道邏輯啦 其實我剛剛改的話是貼一次 貼上去之後 我又改什麼 改那個 零里區改路接道 然後再剪下之後的話 後面剪 再貼 貼的話其實就是原來的 那個零里區啦 OK 就這樣而已 然後呢 直接打勾 按確定 萬寧接 向下填滿的話呢 那理論上 我們基本上就完成了 有沒有 中校東路 剛剛就不會少一個字啦 不過其實他因為這一題喔 相對比較複雜 他有三個字 有四個字 還有沒有兩個字的 那理論上後面的部分應該是OK的 基本上喔 前面之前好像有錯誤 像這個有錯誤的有沒有 主要原因是什麼 他這個叫什麼 光復里七號 這為什麼錯呢 因為這個 地址不完整 所以這個是公務員的問題 那怎麼辦 要不就乾脆你把它刪除掉 這個就變成不是 不OK的資料啦 那你再check一下 其他理論上 這個也是一樣 像這個什麼 六張捷運站 因為他沒有地址啦 OK 所以這怎麼辦呢 要不然就是這個也不算 因為他不是住宅嘛 那怎麼會 有這個報案記錄 所以這個可能也是把它刪除掉 所以也許就是說你可以用排序的把那個錯誤的排輸然後全部刪光光 那就不算在裡面 那如果我已經 已經把這個路接到這個資料呢 全部都抓到了 那再來做什麼 再來就是插入 書納分析表 把這個範圍給他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可以把那個路 接到 拖拉到列 一樣的方式 拖拉到直 那如果這邊沒顯示怎麼辦 沒關係 重新整理 全部 全部重新整理 他要秀出來 那你可以呢 一樣 資料裡面的Z到A 把這個資料做重新排序 那你假設啦 你會發現了這個 跳出來的道路有幾條 Ctrl向下 500多條 可是你想說 老師我後面這些根本不需要啊 所以啊 如果你假設 你只希望知道是前10名好了 那 10名以後的就不要出現的話 那跟各位講喔 這邊有個功能 這功能呢 其實這列標籤這邊就有一個 所謂的篩選 你可以發現這邊就是 它有值得篩選嘛有沒有 然後有個 有沒有看到 如果只要10項的話 這邊有個值得篩選 點這裡喔 先Z到A之後 然後點這個箭頭 值得篩選 找到什麼呢 前10項 當然它不是只有只能前10項喔 它可以 項目的話呢可以很多 那只是說呢我們如果剛好10項的話 那你就不用敢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喔 它只會留下什麼 那個最數量最多的那前10條路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第一名的話中山北 第二名的話中孝東 不過中孝東因為它的那個什麼 因為它好像相對比較長 它可能到7段吧 所以相對 自然比較差其實可以預期的 好那最後的話其實我們在把那個 分析裡面 畫繪製成什麼 把這個 這個表有沒有 假設要繪製成那個 圖的話 那我們其實是一樣 樞紐分析圖 點擊它 那如果強調是數量的話 我們用這個最簡單的 用直條圖好了 OK按確定 然後把這個直條圖顯示出來 那當然呢你這邊可以再把這個標題改一下 什麼 就是 切到按鍵那個什麼前10名 OK的那個道路 你就可以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前10名的部分 OK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